卡鲁台风过后豪与肆虐 重创南投县 其中已忍耐相受创最为严重 各部落对外的道路遭阻断 目前部分的路段已抢修完成 对此先缘简千祥也相当的重视 并且关心 号召了社会各界三星人士 民间团体捐赠干粮 泡面 矿泉水 生活必需平等多项物资 期望各界踊跃的捐赠物资 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关心我们南投仁爱乡灾情的 各位乡亲朋友好朋友们 那今天千祥很开心的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事情 千祥千祥是从8月6号开始 我们就发起这个物资的募捐 8月6号开始我们就挺进灾区 我们有先到互助村 新生村 然后一直到最近 几乎我们到今天为止 几乎每天都有出车 然后有时候甚至是志工队有一天出车两次 然后我们有到了南风 我们到万风 到清爱 像今天我们甚至要进到金银村跟立行村 每天于民众党党部所募集到的物资 先员减千箱也亲自率领服务处团队 前往受灾灾区关心并捐赠 希望借由募集物资的方式 能够唤起社会各界的爱心 帮助受灾户渡过难关 这一次的发起这样的物资 我们乘客感受到南投人的爱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充沛 那我们才两天 我们已经募集到五六千箱的水 然后还有三四千箱的泡面 在这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南投人 所有南投人的爱心 那在这里的千箱再次再次的呼吁 我们山上其实不是非常的好走 那所以我们民众上山一定要很小心 那像今天千箱要到例行财道路那边 然后到例行村里面去 我们也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那在这里呢 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我们山上物资的涌入 一时之间也很难消化得了 其实要靠我们的分配 而县议员减千箱将所募集到的物资 送往仁爱乡 胡筑村 新生村 南风村 秦爱村 金银村等灾区 他表示 各式的物资在这几天内不断的涌入 非常的感谢各界的关心与爱心 也希望县府及公所等单位 能够确实地做好物资分配的工作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